找规矩,你必须完成一局棋 胜者,老夫方可为其一致 你这老头为何如此安心 人都这样,你还在手里的破规矩 这名老者正是佛宗大德 齐山大师也是除了夫子以外 修行界辈分最高的那个人 这也是齐山大师几十年来首次出关 在很久以前浪科就定下规矩 必须通过瓦山三局棋 才可获得齐山大师亲自借鉴 解答问题消除修行之路上的迷惑 瓦山的第一局名为乱科 齐义就是乱柴堆之意 看似稳定实则即将坍塌 要想破除这样的残局 首先要保证是乱柴堆在不他的情况下 重新再组合这样的难度可想而知 这齐 它真的有些因素 作为一个小侍女的桑桑很少下棋 却是凭着高超的祈祷天赋 落下的第一子与后面第二子隐隐相应 把所有骑士打乱 然后另寻道路 这属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手段 又引合了盗门盈亏之理 这世上还有个千算之人 恭喜光明之女 贺尔弹科残局 桑桑紧紧落下两枚棋子 便已改变了白棋的走势 让白棋有死到生 这种海量的计算 可不是普通之人能够计算的 看似毫不起眼的桑桑 奇料竟然有着天算之能 瓦山三局的第二局 却是在一座古亭之中 而对手则是瓦山第一高手 动名大师 光明之女 欲责何色 黑色 黑色 我不能选黑棋吗 却不知光明之女 为何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黑色 黑棋先行 极为战友 桑桑则选黑色棋子 动名大师微微震惊 棋盘上的黑白棋子逐渐增加 却依然保持着军事 持黑色棋子的桑桑 其道水平丝毫不弱于瓦山第一高手 缜密地计算到了极致 黑棋落下第一子 便不可思议地想到了百步以后 没有任何漏洞 有着浑然天成的感觉 更让人震惊的是 黑子在棋盘上 抢夺之势冷酷无情 如同天意降临世间 棋盘上的黑白两色 生出相容相生的棋 显得完美而恒定 哪怕失去一子 也是一种亵渎 动名大师 自是不愿破坏这样的渊容 自然也就没有了输赢 完成了瓦山两局 宁缺和桑桑也终于来到了 骑山大师洞炉之前 见到了那位有着预知未来之能的 骑山大师 此刻宁缺望着洞炉前那棵树 已然剩下三片树叶 终于在最后一片树叶落下之前到达 也有了些许欣慰 桑桑望着这名慈眉善目的老僧 不由得有一种莫名的清净感 油然而生 桑桑是个无比透明的人 别人对他的善意或者恶意 能在心里直接呈现出来 瓦山三局 这一局 得拿命来下 大师 我和少爷 是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才活到今天的 所以 我们不能就这么轻易死去 今天这病治也得治 不治也得治 桑桑面对骑山大师的冷漠 看着剩下最后两片叶子 还是忍着寒急的痛苦 接受瓦山第三局 其实这瓦山三局 就是佛祖在离世之前 留下的寻找明王之子方法之一 为了判断桑桑的身份 所以骑山大师才会坚持下这第三局 正在桑桑即将落子之时 玄空四界律院首作宝树大师 带着他的老乡好屈你宝宝 携带天晴法器于兰林出现 嘴上说着事来观其 其实就是想用天晴法七雁 正宁缺明王之子的身份